柯文哲被羈押禁建 并不是单纯只因为那一个小时 而是他太多的证词 跟证人证物相左矛盾 那又涉及两百亿的重大的弊端 所以才被收押禁建 避免串政灭政 昨天民众党发动群众来声援柯文哲 当然他们如果想要全党去支持一个 涉滩的弊案 这是政党的选择 那在这当中 他们没办法就840% 沈沁金的金华广场 不当得利这两百亿 到底怎么来的 是谁准的 他们回避了实质问题 也回避了 事实上是由中国国民党的市议员 提出检举告发 行贿的也是中国国民党的人士 那国家的检调司法机关 当然要依法受理 警察办 他们都不去谈这些东西 把他导向所谓的司法政治迫害 那当中我们觉得比较夸张的一点是 有民众党的立委 形容柯文哲 这叫曼德拉 坦白讲 这样去 把涉及贪污图利的弊案 的司法案件 比弥为 黑白种族隔离 为了人权抗争的曼德拉 是不伦不类 加上柯文哲的另一半 陈佩琪医师呢 还讲出说 那一天会阻挠搜查 慢了一个小时 是因为上大号 那因为这样被压 他觉得很冤枉 我坦白讲 光柯文哲那一天 检掉依法 拿到搜索票 要搜索的时候 拖了一个小时 才开门 民众党的发言人 说他是睡觉 没有听到 现在怎么变成上大号洗澡 拖了一个小时 前后理由已经都不拢了 更何况 柯文哲被积压 禁见 并不是单纯 因为那一个小时 而是他太多的证词 跟证人证物相左矛盾 那又涉及200亿的重大的弊端 所以才被收押金件 避免篡证灭证 那其中包含他 当天吴宝请回的时候 说了840%的事情 他是今年2、3月才知道 光这一点 现在已经有太多的公文 太多他盖过的章 证明他说谎 所以一个重案被告会被积压 法院依照证据证词 客观的要件来做考量 那天是不是上大号 是不是拖了一个小时 其实根本只是原因之一 硬要牵拖到 因为上大号太久 因为慢得拉 还是拉得慢 所以导致被押 坦白讲 一般民众难以相信 我只是不晓得 民众哪个支持者 能接受这个说法吗 那司法的问题 还是司法解决 用政治 用话术 想要转移 其实对柯文哲 面对的案情 是毫无帮助的 我们尊重司法 不亡义重 就一把扮明就好了 台湾的眼睛 民事